好 那我們這次接下來要講的是可能比較偏技術一點的東西 就是剛剛有提到我們要做一些Renold OCR的部分 那我們要把CDC圖卡上面的這個暗號啊 地點啊 地址啊 時間啊 放到表格裡面 那接著我們也希望說我們可以有一些比較格式化的方法來儲存資料 比如說用GeoJSON的格式 因為GeoJSON它可以支援這個多邊形或者是路徑格式的東西 有 有 有 好 那 呃 好 那但是我們遇到的第一個障礙就是剛剛這個GeoJSON格式的東西 它長得像下面這樣 它是一個很難讓人手打的東西 那所以說我們第一個自動化的部分就是我們用Google Spreadsheet的APP script 這樣子的功能 它可以寫自己的句集 那我們就寫出了一些句集可以讓你把一次把很多行的資料 把它匯整成一些GeoJSON格式的東西 那第二個自動化的部分呢 是我們發現說這個CDC公布的時間的範圍的格式也是千奇百怪 各式各樣的時間範圍的寫法都有 那我們希望說把它變成一些程式比較可以處理的時間 那做法的話呢 因為你 雖然說 Spreadsheet你可以用一些公式的方法來做 但是其實那些公式都坦性可能沒有到那麼高 那我們最後還是決定直接用APP script硬幹這樣 那做法呢 就是我們一樣也是在寫了一些 在網頁上我們就加了一些按鈕 那它按了以後它就可以把一定範圍內的時間 先用一些正則表達式去做Maching 然後想辦法把它變成我們程式比較可以看得懂的 開始和結束的時間這樣 那後面呢 還有像說我們 我們後面就加了一些資料檢查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發現資料來源的網址經常是錯的 那為什麼是錯的呢 因為這個在 Spreadsheet上面你可以選一個欄位 然後把它點右下角把它往下拉 那它看起來好像是幫你複製 但其實呢 如果你的網址是用數字結束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把那個數字加1 那這樣子的話也就會造成說 後面的網址其實全部都是錯的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一樣 我們就是拿APP script 我們就比對兩行的資料 如果我們發現說它是數字結尾 然後又剛好差1 我們就先把它變成紅色的 先提醒你說它可能是錯的這樣 好 那後面呢 就是因為CDC公布的基本上全部都是中文 那我們要怎麼樣要有 才可以產生出英文的地址 或英文的定名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可以讓小幫手自己 複製貼上到Google Translate 然後再把翻譯好的內容再拿回來 但是這樣子好像又增加了大家的工作量 那所以說我們最後的決定 我們其實是用Google Compute Engine 我們另外寫了一個機器人 它會定時的去爬我們的這個Google Spreadsheet 然後把翻譯完內容再自己填回去 那其實APP script就是內建的它也有翻譯的功能 但是它有一些缺陷 主要缺陷就是在於額度的部分 它每天它只有5千式額度 然後超過的話 其實你沒有任何的解法 就是超過之後你摳那個API 它就直接不讓你摳了 你也沒辦法付錢 那這個Compute Engine上面的Translate API 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這樣 好 那後面還有下一個就是經緯度 因為經緯度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地址其實都可以比較 還算容易就可以在Google Map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上面找到經緯度 但是如果要讓大家手動的去換一個網頁去查詢 然後再回來貼上的話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也開始研究說可以怎麼樣取得經緯度 那Google當然也還是有這個API 但是我們發現它的使用者條款其實非常的不友善 就是它使用者條款基本上禁止你把拿到的經緯度拿去做一些延伸的應用 所以說我們最後我們其實是用另外一號服務來做 那它當然會有一些缺點 因為我們是想要顯示在Google地圖上 所以說它的會有一些誤差 那會需要做一些人工審查的部分這樣子 那再來還有像說匯出資料 匯出資料的話其實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的這個足跡的那個database 我們基本上就是從可能2020年 或者是2021年開始有公佈足跡的時候 我們就慢慢陸陸續續有登錄了 那但是大家其實最在乎的其實就是這幾個禮拜內的資料 那所以說我們就是有這個加開一些表單 這些表單呢它可以把這個其他的Google spreadsheet的表單當作資料庫的方式 然後從裡面篩選出跟我們在乎的那些日期的資料 然後把它合併成一個全新的表單 那接著呢我們要把它匯出到Google My Maps裡面 Google My Maps它其實吃的又是另外一個格式 它吃的是一個叫做KML的資料格式 那一樣我們就是在寫一些APP script 想辦法把這些剛剛爬出來的這些表單內容 那組出一個KML的格式 然後讓這個Aaron可以下載下來 然後放到他的Google My Maps的那個地圖上面 然後去公佈這樣 那後來呢就是又到了今年三月的時候 就是現在這個地圖的這個 不是地圖 足跡的數量越來越多 那人肉OCR其實已經開始有點撐不住了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在想說 萬一它這個狀況還要再維持一陣子的話 好像我們這個專案會先倒掉 而不是他們先停止公佈足跡這樣 那我們那個時候Aaron其實有先研究出來說 它可以怎麼用怎麼自動化這個流程 那自動化的方式呢 其實第一個我們發現說 Google也有另外一個叫做Vision的API 它可以幫你做圖片上面的文字辨識 而且它可以告訴你這個文字出現在圖片上的什麼地方 那再來呢 OpenCV這個它有提供的一個功能就是 它可以幫你找圖片上面的一些邊界 所以說我們有這兩個東西之後 我們其實就可以大致上重建出表格長什麼樣子 然後每一個欄位裡面有哪些文字 那這個東西其實網路上也有商用軟體 或者是其他的神錄訊 但是他們提供的免費額度其實蠻少的 他們比如說一個月只能夠讓你處理100張圖片 但是我們可能一天就有100張圖片 所以說我們沒有辦法用這種軟體 除非我們要這套腰包去付錢 那我們最後呢 一開始的時候 Aaron他是先用自己寫的版本在Local跑 然後來加速他的這個作業流程這樣子 那後來呢 我在就是有幫忙就是把它改成一個線上版的這樣 那線上版的話就是希望說讓大家都可以 有參加這個專案的人大家都可以上傳圖片 然後呢 我們在後端的時候我們會去呼叫這個Vision的API 把文字的位置還有內容記下來 然後呢 我們在前端的時候我們可以用OpenCV 其實有JavaScript的版本 所以說我們可以在前端做這些影像處理的部分 找出表格的邊界 然後讓使用者可以去複製貼上這樣子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們剛做完 其實後面沒幾天這個主機就不再公布了 所以說這個工具其實沒有被用到多少這樣 好那我們來總結一下這次用到的一些東西這樣 首先第一個其實就是這個Google Spreadsheet 跟App Script其實是一個很強的工具 就是如果大家未來有這種資料處理 資料整合之類的功能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個它可以多人協作 然後又可以自動幫你做 你又可以自己寫一些程式 自動做一些資料的轉換或者資料的檢查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後面這個Google App Engine 是我們在寫那個那一版新的軟體的時候用到的東西這樣 那這些東西它的免費額度其實都蠻高的 然後如果想要先試試看自己的專案的話可以試試看 那我的報告就到這邊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 我們謝謝